你敢相信吗?200个野蛮人就把这个阵型给干翻了 大家好,我是通关时刻 这是粉丝陆寒分享的一个进攻回放 我们来看一下 但300个野蛮人出门打鱼 真正用上的只有200个 这200个呢,发挥的作用其实也并不是很大 可以这样说啊 300个野蛮人呢,亲眼目睹4个英雄 把这个阵型给干翻了 输出全靠4个英雄呢 其他的小黄人呢,其实就是来当啦啦队的 亲眼目睹这4个英雄 把这个阵型给推平的 各位小伙伴觉得这个视频 很赞的,记得点个赞哦 我们慢慢来看 这个阵型是被有点水啊 如果有点水的话,大家记得在评论区里面 留一下言,然后 我会给粉丝开一个他无法拒绝的条件 让他整一个满房14本 给大家看一下 也是用300个野蛮人,200个就整不了的 必须要用300个了 满房14哦,如果大家想看的话 记得在评论区里面留言 头时炮的威力太大了 打一下小黄人就没了 所以不要指望这些小黄人来输出来 有点不太现实啊 还好他这个大本营在升级中 我们这4个英雄呢,就有可乘之机了 我感觉这个阵型很多建筑的情况下呢 带飞艇比较好一点 可惜啊,出门打鱼 这是实战,又不是友谊战呢 所以遇到这样的,那也比较难打一点 看4个英雄的发挥了哦 现在我们看一下,还有女王守护者飞盾了 然后呢,然后呢,野蛮人开始动手了 野蛮人算是出功不出力啦 就算出力也出的实在太少了 就轻轻变咯 前面突进的时候打一下 后面大部分的输出呢 都算到4个英雄头上去了 现在还是100个野蛮人 这100个野蛮人都不用动手了啊 这阵型搞定的 粉丝挺优秀的啊 这都能打三颗星 各位小伙伴们,学会了没有啊 大家不要轻易去模仿啊 尤其是部落站的时候很容易被手里踢的 最后呢,游戏结束啊 我们下期再见